而二种外送员的事件还不止这一桩 另外是在台中有一名灵性外送员 今天凌晨接到了一笔185元的订单 对方还备注说取餐地址外的塑胶袋里有放1000块钱 要求他把餐点跟要找的钱都放在塑胶袋里 不过外送员到场发现里头竟然是一张假的天元大钞 上面还印有魔术银行的字样 传讯息跟对方反映呢 这对方还装傻说那是在路上捡到的 外送员事后随即po网提醒同意不要受骗上当 外送员不论刮风下雨 统统得要辛苦出勤实迷必达 边工作边赚钱但得小心了 跑一趟没收到钱反而做白工 一名灵性外送员就在脸书平台上大吐苦水 真的别恶搞外送员 原来5号凌晨一点多 他接到台中雾峰一间豆浆店185元的订单 对方备注说取餐地址有放个黑色塑胶袋 里头有一千块还说自己不在家 要外送员把餐点放进去外加找的钱 没想到外送员到场发行一千元净是假钞 上面还印着魔术银行四个字 向对方反映他还装傻说那是路上捡到的 外送员随即po网提醒同意不要受骗上当 就变成我们自己要赔 金额越大就是损失较小这样子 可是还是有损失啦 po文一出就有网友指出这个人是惯犯 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豆浆店也证实 的确有收到这笔订单 故意拿假钞骗外送员 接着将从胜讯台中唱不到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